11月22日下午,清华大学纪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和纪委班子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在公子厅和声会议室举行。 校党委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宾主持。 陈旭在讲话中,对学校纪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展及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陈旭强调,学校党委全力支持学校纪委履职尽责并自觉接受纪委的监督,贯通协同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 一体推进加强学校党的政治建设和落实学校纪检体制改革任务,为双一流建设和内涵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在调研成果交流会上,李宾围绕完善校系两级纪检监察工作体系主题, 分析了学校纪委在履行监督基本职责,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完善学校纪检监察工作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强化政治监督等八个方面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 李宾表示,学校纪委要按照陈旭书记的要求,在学校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下,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动力,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